南部为了这个光电产业 已经是民怨士气 然后官商勾结那么严重 在野这些候选人如果能够 强打弊案 强打民进党的光电不当勾结 事实上是有机会在台南突破的 台南多年以来没有国民党籍立委 一片绿油油 又是这次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的本命区难以撼动 不过这几年 绿营在台南接连爆发出 黑金 光电 治安等问题 哪个立委选区有机会翻转吗 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来替大家分析 台南已经十几年没有国民党的立委 从08年开始 那这一次因为陈以信 他是现任立委下去 拼上这个王虎8000岁 这个很会租房子的很厉害 租的便宜又含早餐 所以他如果能够就他个人 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让选民理解 这个选区是有一搏了 那再来就是五党级的李全教 这一区算是国民党里浪了 那在这个选区呢 他对上林一锦就新潮流了 新潮流因为在民进党内部呢 到处树敌嘛 我在选市长的时候 永康跟新化我都赢 那新市区呢输一点 所以这个李全教对上林一锦 这里也是有办法突破 那陈坤河这边 这个选区 还有整个因为民进党 其他四个选区就是民进党 连赖清德在台南的支持度都没有过班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 南部为了这个光电产业 已经是民怨士气了 现在是把整个土地 然后官商勾结那么严重 所以警察局长你看 我告了以后也都被收押判刑了 判八年 还没有交保为什么 因为光电的部分还没办法 所以整个如果候选人 国民党的候选人 再也这些候选人 如果能够强打弊案 强打民进党的光电不当勾结 官商黑金箱的勾结 事实上是有机会在台南突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